太神 几人太神 跟他们拼了 找死 没动 发疯 现在就把青木仙堂给了我 就不怕我给的丹药 并不能彻底将你治好 这么大的盘门 我还怕你跑了 我们之间虽说是交易 但我林彦的命 绝不是区区一株青木仙堂 能抵消的 日后若是柳情找你麻烦 派人通知我 告辞 这家伙虽然脾气暴躁 可也不失为可交之人 他们打开了丹药销售的局面 也算逐步进入正轨了 之前答应给兄弟们的奖励 可以安排下去了 桃儿 不好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白 白帮他们 他们无限盘门 销售假药 打伤了我们的人 还砸了我们的贪卫 什么 白帮竟敢这般嚣张 真盗我们盘门好 欺负不成 白帮 这帮混蛋 果然不敢消停 桃儿 阿太和其他几个兄弟 还在他们手里呢 大家跟我去救人 白山你 给我规矩点 别乱动 不好了 老大 让一下 不好了 不好了 修 修炎带着盘盘盘的人 杀过来了 哼 慌什么 这小子还挺有种 可惜只是鸡蛋碰食道 自讨苦吃 一个斗灵强者都没有的盘门 天下和我们白帮争斗 白山 你等着 桃儿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倒是怕他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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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来了 小颜 小颜 你带这么多人前来 是送上门来逃打的 白城 我盘门未曾招惹你们 而你们白帮 却几次挑戏 现在还打伤我盘门中人 看来 你们是想率先毁掉 当初的约定了 原来你不仅在靠女人 这件事很出色 嘴皮子也很能说呀 当初的确约定 半年内不随便找盘门麻烦 但是 这并不包括受人之托 来给你们这群 嚣张的新生 一点教训 受人之托 受谁之托 无可奉告 如今你们自己找上门来 那你别怪我白帮 荡漆响了 你来试试 今天我要让你在内园 凝宇扫地 你 诚哥 没事吧 有这么热闹的事也不叫我 灵验 这是我白宝与盘门的私事 萧炎是我朋友 谁要动就得问问我的离活府 是否同意 你 萧炎 上次靠韩月 这次靠灵验 下次你还想靠谁 你白城有本事 现在就去找灵秀牙的狼牙屁一屁 你若敢去 小爷也不挡着你收拾盘门 没胆子 就滚一面去 你 你 不愧是风府灵验 这骂人撒泼的境界 内愿无人可敌 听着韩贤的口气 你好像是来帮白帮助威的 药帮 原来是你这个卖假药的 这位想必便是盘门的首领 炼制那三种丹药的萧炎了吧 真是没想到 阁下竟然也是一名炼药师 韩贤学长 我想 那雇佣白帮砸我场子的人 应该是你要帮吧 盘门有这个下场 为什么不想想自己 犯了什么忌讳呢 韩贤 何必与这小子多言 你们俩果然是狼狈为奸呢 林英大哥 这些事交给我吧 韩贤 我知道你是怕我盘门 断了你的财路 这样吧 你我同为炼药师 大可用炼药师的方法 一决高下 若是我输了 日后盘门 不沾半点丹药销售 若是你输了 那些暗地里的污糟东西 就请好好收回去吧 你想和我笔试炼丹 那个韩贤 似乎有几分底气的样子 放心吧 若是韩贤学长 喜欢使用斗气笔试的话 我也不会拒绝 你也不用激我 笔试炼丹术也行 不过赌注 太小了 快看 正老来了 不知道今天比拼的是什么要做 不管比什么 这萧云也很难跟内院炼丹的一人相比吧 有请今日炼丹比试的参赛者 药邦帮主 韩贤 韩帮主 加油 韩帮主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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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盘门门主 肖炼 肖炼 韩帮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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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炼学弟 劝你乖乖认输 把那三种药方交给我 也好过待会儿当场丢脸 哼 学长 你还是盘算下药邦今后的生意吧 比赛过后 药邦五处人流最多的交易地点 破盘门就收下了 肖炼将三种药方 比起盘门永不受卖丹药作为赌注 不行 会不会太过冒险 生活与冒险总是并存的 我相信肖炼哥哥 炼丹比试开始前 我们先看一下药方 韩姐 你先吧 好 好 没想到 这次竟会以炼制无品丹药来作为比试 无品丹药 什么又搞错啊 就算萧炎再有天赋 现在也不可能炼出无品丹药啊 这程老看样子是来捣乱的 既然要比 那自然比个大的 这次比试炼制的无品丹药 龙吏丹 能让服用者在短时间内 拥有极其强横的力量 大长老 两个小家伙要炼制无品丹药 会不会太过困难 韩咸炼药室的品级 比萧炎高上不少 恐怕这一局韩咸赢定了 那可不一定 你们面前 均准备了两份药材 意味着你们有两次机会 这两次机会中 谁先炼制成功 那么谁便获胜 那如果都失败了 该如何分出胜负 毕竟龙吏丹 可是无品丹药 老夫亦可从你们的失败品中 端倪底细 一分高下 两位是否有异议 弟子无异议 比试现在开始 诚哥 这韩咸能否获胜 韩咸可是堂堂药帮帮助 岂是萧炎这种下等炼药师可比 轩尔 你说萧炎这家伙 怎么两个像样的药顶都没有 药顶只是外务辅助 最终靠的 还是炼药师自己 一火的威力实在太大 这些低阶药顶 确实难以承受这种热度 希望这东西能坚持到最后吧 这金火的火焰是什么呀 我都没见过 你神强 我这火焰名为幻金火 是从七阶幻金蝎龙兽的壳海中寻的 七阶幻金蝎龙兽 那可是媲美斗宗强者的超级没收 又说霍克尔出后 这幻金火会残留在壳海之中 三天之后便会燃尽 所以必须在三天内将其寻的 这大千世界果然无奇不犹 一火 请有两次解回 喜不得 快看 老大开始了 我看寒贤很不错 他的火焰虽比硝烟的一伙差了些 但炼药师不仅仅只靠火焰去生 炼丹并非讲究速度 而是需要一颗不为外物所动的心 若是不能势头持久 那还不如从一开始便稳抓稳打 该你啦 炼着之前 必须熟悉所有药材的特性 试以最合适的温度 方能提炼出所有进化 这小子好像进入状态啦 固定而互动 加油啊 萧嫣 这龙力丹 可比想象中困难多了 装算的家伙 相信 你也肯定会失败的 不好 真可惜 眼看就要成功了 还早着呢 无品丹药哪有这么容易炼制呢 看来这龙力丹谁也炼制不出来 既然如此 我只要炼制出来的失败品 你能超过硝烟就行了 不愧是无品丹药 看来还要更加小心 饿力丹药 你会弄着 无品 Marvin 被澄委油炭 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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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儿 好香啊 是药香哦 看来韩恩贤要赢了 虽然只是半成品 但总比完全失败来得好 韩贤 韩贤已经率先炼成了 真的吗 他炼成功了 据说五品丹药成型会有异象 可除了先前的药箱 并无半点异象 郝长老 弟子已经炼至结束 这也叫丹药 韩贤这家伙竟然为了获胜 宁愿炼制失败品 他是认定硝烟也不可能成功啊 提炼已经完成 接下来便是 如何 给我宁 嗯 看这样子啊 萧炎炼制的龙力丹已出具雏形 好长老 比赛未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果 萧炎快成了 下来便会 让我 Teddy 不会吧 又要扫墓 我的车 什么 在我的 Lemon 肯 了 给我坚持住 走 功愧一愧呀 身为炼药师 竟然不知道准备一嘴好的药品 完了 萧炎学弟 炼丹失败乃是常有之事 你也不用介怀 郝长老 心不辱命 不可能 这家伙 肯定是趁先前爆炸升起烟雾时作弊了 郝长老 请您检查吧 免得有人不服 韩仙同学 请注意你的言辞 是非公正 我自会定夺 这药箱没问题 色泽和外观都能说明 这是一颗炼制成功的龙力丹 我宣布 这次炼药比试 是硝烟胜 进了 你想到硝烟志愿这么厉害 内院练要第一人 这下有人一尝的 快快快 小妍 他給我打上了嗎 你們走 棋要一步一步下 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硝烟这小家伙不简单呐 唉 在下输的心服口服 还是大掌老独具慧眼 能炼至无品丹药的炼药师 其价值可媲美斗王乃至斗黄 我喜欢 我喜欢